現在又到小周末了 兩位拍檔 周末除了開特使之外會不會特試其他東西 有啊 我會試新東西 例如呢 電視機 試電視機 不是 我買了一部新的 75吋 有錢人是不一樣的 不不不 因為舊的那部就比較聰明 逼著要換 即使有錢才可以換 沒有錢才可以換 都是按銷售的 都是啊 隨時帶我們去看 我們先去撐好 酒牌撐 我發現如果家裏換一些家庭影院式設備 是不是又有關風水線 不是啊 是牽一發 你會發覺會動全身的感覺 即是你動一動電視機 可能會動很多東西 是啊 什麼AV接收器 線啊 因為我這部電視機用了十幾年 以前那些當然沒有4K 現在用4K的東西 HDMI的電視機都要換 全部電視機都要換過 那部電視機都要換過 哇 那副一闊三大 想起來挺恐怖的 還有一件事 我忘記給你一張紙 上星期有很多聽眾 是 我收到 我收到 馬路好 謝謝馬路 但是你是做事做到飄 現在還沒穿地 好 今個星期都算是下午茶的延續版 但是我們下個星期繼續講式下午茶 今個星期要跳一跳日式 是的 休息一下 煮了兩個禮拜 我多怕你們突然說 沒有所謂的 煮得不好 上星期我們吃了多士 非常驚喜 很有驚喜 原來西多士可以用這種鹹醬去做 所以是大家想不到的東西 做多是八搭的 西多士真的八搭 所以多謝阿子道 不過今星期他就不在了 通常要煮的時候 我們才會召喚盈南大主廚龍願進來 下個星期很厲害 下星期是甚麼 魚蛋豬皮 豬皮 魚蛋不一定是咖喱 自己找其他調味 不過我家的主群就是咖喱 所以大家想想吃甚麼 煮後也不行 我昨天買了日式咖喱 可不可以咖喱混其他 到時才想 我給了兩位主持 KenKen和龍仔 一個神秘的材料 神秘的罐頭 罐頭材料 但我們先不說甚麼 用罐頭來做 試汁正魚蛋 沒試過 我們將會是加料 豬皮 魚蛋 加料 加一個特別的罐頭 好 今個星期馬路想問你 我們平時的罐頭文化 其實不單是日式 中式也很多 剛剛看新聞 日式出了新罐頭 是將炸雞變成罐頭 可以放兩年 它有醬油風味 有美奶滋風味 還有一個叫做咖喱 三種現在的材料 可以放兩年 用了六年時間去研究 剛剛推出 傳放期可以放兩年 打開罐頭 即時可以聞到炸雞的香味 在哪裏可以入貨呢 在日本 我們看看可否遲些 進到美國 但今個星期來 我們是玩罐頭 日式罐頭 罐頭已經我們玩過 但日式是上次試過那兩隻 上次是中日大鬥法 今天是日本內鬥 內戰開話 今次我去了日超 每樣數一個 我分了一類 第一是沙甸 第二是抽刀 第三是四樣都是用味噌的味噌 分三種來玩 這個時間我們有沙甸味噌 首先是沙甸 沙甸日文要學一下 不是沙甸嗎 Iwashi 我以為是沙甸 沙甸是其他 我先給個碗 因為我覺得要試真一點 分開才會比較試真 要不要碗 因為我們有點煩去配 做節目之前的歌聲一定 之間彈了一句 我平時試開 吃過的 我很喜歡吃日本這些罐頭魚 我不喜歡 每次我走超市 看到哪一隻牌子 我會買來試 基本上這一群罐頭 我大部分都試過 每一隻我都覺得很喜歡 這樣就不行了 那怎麼做呢 所以這樣就不行了 你需要有我 我前輩都很喜歡 因為我是一個最不喜歡吃罐頭吃粉的人 主要你可以打動一個不喜歡吃罐頭吃粉的人 那就成功了 可能因為歌聲試過 因為歌聲比較喜歡吃日式的東西 我喜歡吃日式的東西 這個我知道 我也喜歡吃日式的東西 日本餐是我食物當中首選的 日本餐 然後就是意大利餐 我也是一條 好這個時間我們就試一試 我們一開始先試是不配飯 因為通常吃罐頭餐我們都會配飯 我想問一下 我也不知道各位聽眾 為什麼吃罐頭餐應該是 對於我們父輩母輩來講 會不會是更加有回憶感 因為他們那個時候物質沒有那麼豐富的時候 他們有時候都是用罐頭來 通常打風這些罐頭就非常搶手 或者他們那個時候 可能罐頭食品會比新鮮的便宜 會不會他們那時候吃得多一點呢 我都不太清楚 因為那時候時候 有時候試了一段時間 都是午餐就可以了 不是啊 那個豆豉鯪魚 我記得 那時候就譬如說 用豆豉鯪魚來炒 用菜還是炒A菜好吃 但是試過一段時間 沒什麼東西吃 但又趕快就會賣 或者有一段時間 可能狀況不太好的時候 媽媽就說算了吃罐頭 還有那些午餐肉 罐頭又被人覺得 現在是不是少了我一小時候 有什麼茄汁豆的 有啊 還有啊 茄汁豆一向都很厲害 攪麵包吃 茄汁豆是香港人喜歡吃的 其實我不是說 因為我不是很喜歡吃豆類的 一向小時候大都 但茄汁豆呢 但當你去露營什麼也沒有選擇的時候 你開罐茄汁豆 shines麵包來吃的時候 他發現呢 他自己肯定是很好吃的 但我後來發現 我是不喜歡吃茄汁豆 因為我年輕時候都不吃茄汁豆 我們國內是沒有茄汁豆 但是呢 我就跟香港朋友 像是阿診仔 及一些大學的同學 小時候我們最喜歡吃的 拿來拿飯很好吃 所以當時香港和國內的文化大不同 可以帶一個分別 童年回憶 我童年沒有吃過這些東西 所以感受不到它的味道 吃慣到沙甸魚 大過吃過後 蜜汁是OK的 我剛剛聞過很腥 我剛剛聞到我已經想聞 沙甸是腥 所以我覺得是一般的 聞的時候 因為日本人做的沙甸魚 都加了很多糖 所以是大甜的 所以跟西方的蜜汁沙甸魚罐頭不同了 我還沒送飯 那時候也吃過這麼多罐頭魚 但你知不知道哪一隻比較健康呢 今天考考你這件事 找到哪個最健康 我們猜猜哪個最健康 憑我們美國這麼甜 我覺得這個不太腥 我不喜歡 第一個我已經不喜歡了 糟糕了 排下飯呢 我不怕腥 我很害怕 我很喜歡魚腥 所以變成OK 只有我一個是 今天唯有我最標準 如果令到我也覺得好吃的時候 這個真的很好吃 我覺得OK的 很普通的沙甸魚罐頭 又不是太甜 我小時候如果給我吃這些東西 我就馬上吃了 我現在大了接受到高一點 人大了始終有進步 我也覺得成長 剛才一號 要猜一下價錢 我們總共是多少款 多少 沙甸是兩款 沙甸是兩款 但我們要找號 沙甸是不知道的 我們說的是統一還是怎樣 馬勞 就是沙甸魚罐頭 第一號是兩個對比 即是誰會便宜 誰會貴一點 誰會健康一點 就是了 好 我試一試這個就知道了 2號是很糊糊的 他說炭火燒 2號的外形很粉紅 很鬆氣 鬆氣的東西都適合我 這些傻底的東西 就最適合我 我人傻底 所以這個 不知道怎麼說 留一雙筷子 好像剛剛那個 我個人不喜歡 因為我覺得很腥 所以我不行 通常都是腥的 都是偏腥的 這個聞下去沒有什麼 什麼 那個豆豉鯪魚是不腥的 我小時候很喜歡吃的 還要是廣東的知名品牌 還要很重口味 那個很好吃 不過現在大過了就小吃這些 這個有點糊 這個像是秋刀魚 整成的 如果怕腥 初初吃Uni 應該是難接受一點的 不知道我打OK Uni Uni不腥的 是嗎 是呀 但我喜歡吃 Uni那些都不覺得腥的 這些腥的東西我喜歡 Uni我覺得不腥的 反而魚我覺得腥的 可能是我對魚的腥味 感度比較高 例如我不吃西瓜 西瓜的 西瓜是一種瓜腥味 好像一些血腥味 我不喜歡 所以我很喜歡 所以每一個人接受的腥味 都不一樣 應該是味道 味道 沒有問題 我先聞一聞 這個粉紅色 這罐酥氣 這個比較好吃 嗯 這個沒那麼腥 嗯 這個好多 是好吃 炭燒好多 這個好吃很多 炭燒好正 通常好吃的東西 就算沒有那麼濃 但是這個應該貴一點 我覺得粉紅色應該貴一點 炭燒的應該貴一點 粉紅色比較貴一點 但是紅色比較健康一點 我也是 是 粉紅色的是299 這個比較貴一點 這個169 啊 這個 但是健康我們重不重 健康呢 都是重的 炭燒那個是沒有那麼健康 他的 我們理論是對的 理論一定是對的 利口不利福 沒錯 但是我想說 如果你說保持食材的新鮮度 我想應該是便宜這個 因為它真的很腥 你吃到它是那種魚的味道 魚炭燒過有點像我們小時候 吃那個廣東知名品牌 那個鯪魚的味道有些接近 當然不是一樣 就是像那種 加工之後 加工之後 味道就會好一點 沒有那麼腥 而且會濃烈一點 但是健康程度一定會差一點 先跟大家說聲 它有多不健康呢 對比一下 第一個健康那種 脂肪是綠黑 鹽份640微克 還有蛋白質16克 不太健康 脂肪是9.9 不是6 鹽份732是比640 嘩 全部都高了 蛋白質是少了一克 好的東西少一些 不好的東西多一些 五刀幾大劑 都說利口不利福 這個概念是應該 我們可不可以找到一個 是利口又利福的呢 這個我期待 我也希望 希望等一下我們試一下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先去廣告嗎 是啊 好 稍後來 其實我正在想 各位聽眾有否有問題 現在都這麼富裕了之後 但是還有這麼多人 會想買這個罐頭食品 那時候我想 因為太快 快 和方便 可不可以這麼說 如果你說拿這個 剛剛拿兩個 可能就炒菜 或者是 蓋液它 然後加少許東西 就可以送飯 你現在都和家人住 是不是和父母一起住 很多時候你們放工回去 可能家人已經煮飯給你 不需要自己再去煮食 都可以這樣說 是啊 如果當你像我兩夫妻一樣 我外府出了房子去旅行 只剩下我兩夫妻在家的時候 當你日後上班 晚上下班很累 你買的菜來回家再煮飯的時候 你會覺得 已經殘了 很殘了 煮完之後你不想吃 其實坐著看著很多東西 已經很累 但是說 開個罐頭 倒下去定義它 那為什麼不出去吃 反而出去吃 沒那麼健康 一來真的沒那麼健康 二來我是一個 多鹽 其實我是一個比較 省家的 而且我又不是很享受 出去吵 出去吵 所以我說 在家裡開個罐頭 扔兩顆米 煮完之後 簡單單單吃了它 早點上床睡覺 明天早上要開工的 老闆 那種感覺 通常罐頭 在這一沙拉來說 例如公仔麵 罐頭 就很方便 說出很多上班族的心情 因為你做過上班族 你會知道 日後做到殘渣 我是一個揮霍 而且 幸福 幸福的人 我自己個人 是盡量少 不建議大家吃這個 當然 因為我覺得 管口食品健康來說 有限 如果你說過晚上 好像哥哥這樣 我寧願可能會簡單 吃沙律減肥 我最常都要減肥 有時候會的 方便沙律 就是附近超市 那些現成 你自己做 你買好菜 杯麵也可以 最簡單 最快吃到就可以了 我有時候覺得 第二回合 是大戰秋刀魚 好 秋刀魚大戰 牌子其實是一樣的 一個是炭火燒 一個是泡燒 那牌子一樣 價錢一樣 不是 現在就是看 你看看 尺寸也應該不一樣 看是泡燒貴一點 還是炭燒貴一點 我想如果 泡是甚麼泡 泡是豉油 溝糖 我知道日本的泡是甚麼意思 原來是豉油溝糖 馬路對日本文化也很了解 你一塊這麼大條 你很厲害 他肚餓 他肚餓 那是做了苦 這個 馬路經常都是 把東西堆得很勤奮 我看到他一天 在吸片 吸片 大氣電波當中 我都真的替他不值 不是替他不值 就是替他辛苦 內行 我又不是專業 否則我都想分擔他的工作內容 內行我自己很忙 因為我覺得優秀 現在剪片是一個大的方向 是呀 誰知沒有瘦到 有人想 不是走了 我以為他走了 他又說早要走 偷吃專員 我那時候 我有一些像是隻貓 想進來 聞到魚香味 閃進來的感覺 他站了出去十幾秒 總監你 先聞一下 聲音嗎 你好聲音嗎 這個有一點聲味 這個是什麼 這是鰻魚 這個 這個抽刀 抽刀魚 抽刀魚 剛才那個是什麼魚 剛才那個是 哎呀哎呀 通常抽刀魚 沙甸魚 通常抽刀魚是比較腥 所以有時候用鹽燒 蒲燒的蒲燒 但是香很多 吃起來OK 我可以接受 抽刀魚的日文是山馬 山馬 是 山馬 又氣勢 OK 這個送飯很好的 很棒 這個抽刀魚 OK 一口燒已經挺好吃 炭燒會更香 另外圓形罐頭 它是油漬抽刀魚 我吃的很棒 這個 送公仔麵 送飯都可以 這個OK 我不吃什麼 它的腥味有一點點 但是不重 比起剛剛那個沙甸魚 我覺得沙甸魚比抽刀魚更多 對 對 個人覺得 它的醬油味比較重 但是我覺得這個應該會 沒有沙甸魚那麼健康 因為我覺得它的滯味比較重 是嗎 我覺得它味一重 那就是 我覺得沒有那麼健康 但是以新鮮的抽刀魚來說 我覺得抽刀魚的營養成分 好像比沙甸魚高 其實魚都是健康的 對 不防釋多一點 所以要來汁水 小時候我知道 原來吃魚少 有大頸泡 怪不得我 沒事 小時候被人冤枉了 吃很多 沙甸是一定要生 一定要生 九九七九很厲害 一定要加胡椒粉 多謝你 它還要用英文 叫Sardine Sardine 我可以叫Sardine Sardine 多謝你 謝謝 好 我們 英足球 球星的名字 Sard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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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ymar 那些名字是最棒的 我試試炭燒 好 我還沒弄出來 我覺得 可以 感覺上 我比較喜歡剛剛 第一個 先聞聞 因為這個炭燒好像比較濃味 每次炭燒的魚都是不聲 味道是比另一款 但比較低 比較低 但它比較濃 比較濃 它的炭味 很成熟 很成熟 很成熟的感覺 很成熟的感覺 但是 我還是喜歡剛剛的味道 對 我剛剛好吃 這個炭燒太過炭燒了 不是 它很甜 而且炭燒沒有那麼腥 但是味道比較鮮 我覺得是 蒲燒可以吃到魚的 還有鮮味 這個炭燒 我吃過的 我平常用來送嬌仔麵 就是鬥腸的味道 所以你還是會選蒲燒的東西 沒錯 蒲燒是沒有那麼 沒有什麼 那感覺健康一點 不知為什麼 我覺得蒲燒是沒有那麼 可以維持它的原味 這兩款比較的話 就是蒲燒比較出色 剛剛那個是炭燒 就是沙甸魚炭燒比較好 這個秋刀魚 也有蒲燒比較好 也不錯 我們也試了一些東西出來 但是現在我們猜 究竟炭燒比較便宜 還是蒲燒比較便宜 還有炭燒健康一點 還是蒲燒健康一點 炭燒應該比較便宜 蒲燒應該健康一點 我和你相反 我覺得炭燒應該比較貴一點 但還是蒲燒健康一點 為什麼我會說炭燒比較貴一點 因為炭燒多了一層炭 炭是比較貴一點 如果你再多一層工序的話 以日本人的經營理念來說 多一層工序 它就不一定味道貴一點 但是它的製作過程 令到它的成本高一點 所以它的價錢會貴一點 我應該會這樣想 炭燒會便宜一點 因為日本人普遍喜歡吃炭燒 所以會大量生炭 量炭燒 量炭燒一定會便宜了 反而小吃的口味 每次都要特別做 所以會貴一點 我猜蒲燒會貴一點 但是蒲燒在日本也很受歡迎 如果這樣的話就打和 不要緊 我們看看馬路 首先說健康 蒲燒呢 它的脂肪15克 不算很高 炭水化合物 9.4克 全部都是來自糖的 然後呢 然後呢 糖加肌肉 鹽份669克 669克 它的蛋白質又是15克 15克 脂肪和蛋白質 炭燒 脂肪和蛋白質 15克 都一樣 不打和 炭水化合物 9 是低一點 就是炭水化合物是好的營養 炭水化合物是好的健康營養 繼續 燕芬1700克 即是素人很高 五層多 兩倍再低一點 都是蒲燒健康一點 價錢呢 價錢 我們看我們中不中 炭燒 3.29克 3.29克 蒲燒 2.49克 Yeah Oh yeah 好贏 驚驚中了 對 因為我覺得 這個 以我的理解應該是這樣 但我剛才說的也是對 只不過呢 因為蒲燒和炭燒 都是日本的 比較普遍的食材 那一定是多一層工嘴 一定比較貴 散麻蒲燒 歌人的分析 好 現在到什麼 散麻 我們又不是開了這個 現在再休息一會 好 第3節 送首歌給人 美珍主 可以 什麼事 什麼事 突然停了 停得很神秘 來 好 接下來有四樣 全部都是用味噌 味噌 來煮的 味噌 不同的魚 都是抽刀魚 第一個是抽刀魚 三麻 怎樣了 三麻 那隻是抽刀 這個是味噌 三麻 味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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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明顯沒有腥味 第一個還要用紙包裝 這樣浸 不是啊 我現在吃那麼多的 最腥這個 我聞起來沒有 吃下去最腥這個 我吃到一些味噌味 我覺得不腥 有腥味 可能是味噌的腥味 我不覺得是腥味 但我喜歡 不是不差的 OK 嗯 嗯 吃一口飯 嗯 挺好送飯 嗯 很傳統的味噌味 嗯 這個也是我沒試過的 袋裝 嗯 OK 我覺得不難吃 不難吃 對 好吃 至今我只有第一款 覺得腥一點 其他我都會感受到 因為第一個太腥 其他人都會覺得沒什麼 而且我覺得這個 這個抽刀魚的味噌味 是挺清新的 是啊 我覺得它不算很重 然後這個 沙甸魚 煮味噌 我想我應該 為什麼聲音是因為 沙甸魚的關係 可能 沙甸魚應該是 抽刀 你們第一個吃的是 沙甸魚 第一個抽刀 不是啊 第一次 最早那個 最腥的那個 那個是沙甸魚 那個沙甸 沙甸魚是什麼 就是醬油 醬油 醬油 醬油沒有到沙甸魚的聲音 這個一開蓋 這一罐就看到 整個大塊 是 好像咖喱色一樣 是 味噌 這個沒有了腥味 不會嚴重 也不會嚴重 也不會嚴重 聞過 吃起來很特別 就是說 沙甸魚用一些 較重的味道 才能蓋到腥味 但是 這個 跟剛剛那個味噌完全不同 吃不到 因為魚 太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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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完全 不知道 沙甸魚太濃 太腸了 但是這個沙甸魚是 不難吃的 是 還有它又好吃 剛剛頭那兩款 嗯嗯嗯嗯嗯 但我覺得吃不出它是什麼汁味 所以 我吃不到味噌 所以 很奇怪 因為沙甸魚身的味濃 搶回頭 所以 真的 好奇怪 味噌 剛剛跟它打和 這麼多 這麼多 都不難吃 但是如果我真的 就這樣吃 或者我回家吃 我也不會 這個沙甸魚很大塊 沙甸魚是什麼魚 這個沙甸魚很大 沙甸魚就是青魚 沙甸魚我喜歡 沙甸魚比較鹹 我吃過它的油漬 吃過它的 那個什麼 蒲燒 沙甸魚我喜歡 它那個 壽司的時候 又鹹鹹的 這樣可以 可以試一下 這個是沙甸魚 是 叫什麼沙甸魚 青魚 好 味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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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兩個經常把味噌和味噌 攪拌 說錯了 口快快 是 味噌這個沙甸魚 很大塊 很大塊 但我個人喜歡吃沙甸魚 因為它 它製過後會鹹一點 口感比較鹹一點 口感比較鹹一點 肉一點 但是它 這麼多種魚來講 它應該是味道最濃郁的 在我角度來講 那些魚食 通常這隻魚 我很喜歡它做什麼呢 用來做壽司捲 用來做這個 那個 好 那個 你說什麼 說不出來 Sashimi Nigiri Nigiri 煮Nigiri 煮Nigiri 那兩塊壽司 就叫做Nigiri 那個三個月 五個月四日 三個月 那叫做 Han Roll 不是 Nigiri 飯糰 我只是說中文 大家想知道中斑是什麼 因為我試過做飯團是好吃的 每個人都是嘻嘻嘻的 這個不錯的 沙巴不錯 適合我 我覺得它的肉太緊實了 我喜歡它 因為我有一次去日本 住在一些不是大陸的地方 在那裡住的時候 那間酒店很好 因為那間酒店是專門給商務人員 出埠暫住1-2萬個地方 所以它會包中午晚餐 哇 真棒 它包早餐 因為早餐有很多飯團 飯團有不同的這些料 其中的青魚就是我很喜歡吃的 沙白 我覺得沙白 這麼多人說沙白最好吃 可能是我個人口味的問題 這個夾下去呢 出事了 很鬆化 很鬆化 一開罐頭就味道有點像狗糧 哈哈 又說回當年的痛苦聊天 嘗嘗嘗嘗 說完狗糧之後我馬上不敢吃很多 哈哈 我現在還沒有 什麼 我現在想起狗糧 有點想嘔 它是有點像那個味道 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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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好像罐口魚味 那些魚來自日本的味噌 是叫仙台味噌 哦 仙台是日本另一個地方 一個城市 來的 仙台那裡有個松島 後來打大風 海嘯那裡的時候 就吃過松島那裡沒有了 挺可憐的 因為仙台是一個旅遊點 挺漂亮的 仙台是 仙台是 很美味的 很美味的 第四部分 感覺很新鮮 我們吃了幾個罐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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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 現在是第四個 總共是1,2,3,4,5,6,7 不是 這是第三個 八 這是第八來的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有驚喜 很棒 這個很好吃 這個很好吃 仙台味噌 一定是它的包裝 我想應該是味噌 這個我是唯一未買過來試過的 下次可以買 我覺得這個會貴 八佬 我覺得這個會貴 最貴應該是這個 我覺得是 因為這個味道那麼厲害 它剛剛暗示了一個仙台味噌 它的味道不太厲害 它有那麼多味道 最鮮的那個 在仙台的重島 它最有名的吃的是 魚蛋捲 就是獅子捲 魚蛋 魚蛋是否真的那些魚子 不是 它是真的那些 你可以吃鵝釘 又好 吃什麼 還是鵝釘 日本人是獅子捲 是 吃很多東西 我吃了第二個之後 我個個都沒有加過 它有很多這些味道 魚蛋 這個是唯一可以吃的一個 找人很想試鵝釘 但是找不到幾個不同牌子做比較 因為來來去都只有幾個 鵝釘是否有點像我們的魚蛋 鵝釘是 它有那些鵝釘的一條 好像有一個狼 鵝釘的東西 一個包包 包著 一個褲皮做的袋 很多都固定精快 不重要 這個是俄效力第二次吃 就是吃了一些味道 我覺得是偏甜 但是甜的話 可以調出鮮味 送飯是很好的 這個是 送飯 味道都差不多 除了第一號之外 我覺得最難的 尾珍呢 尾珍 這個不是尾珍嗎 這個尾珍 尾珍有四個 四個的話 其實我覺得第一個應該是最健康 包的最淡 最健康的是M3 就是這個 你喜歡一隻 淡淡又很實 很實的 那個沙巴 它有兩個沙巴 所以我就隨意 它一罐一個八毛九 如果一個沙巴 其他都是一個沙巴 最便宜是它 94 94 即是它 健康就是最健康 嘩 便宜有好東西 它的鹽份是440 其他的是504 503 570 它的脂肪是5克的 其他的12、17、25 25就是剛才最好吃的 最多脂肪 正常 最好是你不健康 最多的碳水化碼 是來自糖分的 11克 全部都是來自糖分的碳水化碼 這個做泡沫額色最多 所以我經常光顧這隻 但我覺得這個真的健康 我覺得是我會喜歡吃 但有這麼多的 這個和那個 我是比較印象的 可能會將它 瘀開炒蛋 主要是我最喜歡吃沙巴 沙巴是一個 青魚我比較喜歡吃的一種魚 怎樣 還有西多士 好 是呀 我們沒想到 有來做一個 有機會 但是 最貴是不是這個 最貴就是 先唐士 它一罐 349 它有1.5的容量 分量 我除了1.5 它是233 但是最貴就是 最貴就是最不健康 其他那些都不太貴 其他那些 一個199 一個169 哦 但除了它也有233 這個199 這個紙包那隻 呂包 都蠻好 那我們今天大成功 好啊 好吃 那我們休息一會回來做一下功課 好啊